现在的公职人员不好当 尤其是遇到选举就是非多 担任十多年台中市西区公馆里长的谢西红 热心工艺积极善良 十分的淳朴 祖孙三代都在离山种茶 茶园跟茶叶包装厂 雇用许多弱势里民 也经常在里长办公室以茶会友 把茶香跟温暖带给周遭的人 但是最近却有人散播两年前的谣言 说谢西红里长的茶叶包装厂是违建 让他感到十分的无奈跟委屈 之前茶参户是租给别人 别人在打 被报违建 我把他收回来 把他已经都用好了 现在是在帮助一些弱势 来工厂这边 来包装这边 来做工作 谢西红里长说 几年前他把办公室对面的这栋房子 用友情价 也就是很低的价格租给朋友使用 房客在后面的防火箱 搭了一个铁架 后来选举期间 被有心人士检举 还向媒体爆料 报道之后他立刻将房子收回 也恢复了原状 早就没有委建问题了 我再呼吁一下 之前这个委建真的是遥远 乱传 这个仓库是要在保障有一些弱势的家庭 来这边打零工 给他们有一个工作机会 如果这个遥远是一直在传 一直传这个里长有委建 仗势其人在这谣传 真的他们没有工作 也是外面很难找工作 目前这个茶叶包装厂 不定时提供临时就业机会 给十多名弱势民众来工作 谢西红希望不要因为不时的报导 影响包装厂的运作 将来希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让更多人有工作收入 保障地方里面的基本生活 记者陈文旭 萧朝全台中报导